第29题,第29题30题是题组,下类为单色光线于暗示中,经过各种不同镜片的路径示意图,请回答29到30题。 第29题是问,请问哪一个镜片是凸面镜?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由凸面镜像是凹透镜,它会发散光线,而面镜是反射,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。 或者是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每个图的是哪种镜片,那么甲是一个单纯的反射,所以它就是凸面镜,那么乙呢,它会把光线汇聚,所以它是一个凹面镜,那柄呢,也是汇聚光线,但它是穿过去的,它是折射的,所以它是凸透镜,那么钉呢,它会发散光线,然后它是反射的,所以它呢,它是凸面镜,那么乌呢,它会穿过去,是折射, 但是它会发散,所以它是凹透镜,所以呢,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我们属于凸面镜呢,是我们的钉,第二九题问我们说,请问哪一个镜片为凸面镜,我们答案选的是C,钉。